我是王健明 Robert是一個建築師 跟其他建築師不一樣 我較為喜歡一些社區的建設 包括老人院、青少年中心、復康中心 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發展的項目 我很相信每個人都有平等參與 設計自己理想生活空間的一個機會 人和建築是可以互動的 通過建築人和社區會有一個很好的聯繫 之前其實我也參與過柬埔寨 和印度一些喜學校的項目 也都在2015年、2016年去過尼泊爾 做一個災後的重建 我記得當時是2007年的 參加了香港大學的一個社會服務團 去柬埔寨教英文 去到老師的高角屋下 見到有個白板 有一塊隻 就是上面有小朋友坐在這裡 旁邊有雞、有豬 我沒想過上課的地方 原來可以這麼簡陋 在落後國家的小朋友 他們沒什麼機會設計自己的學校 自己的社區 我很希望通過一個參與式設計 讓他們有機會畫 有機會去想 自己理想的校舍究竟是怎樣 增加他們的歸屬感 我有兩個難忘的經歷 2006年 我和一群移工的朋友 智障的學員 去翻身一個咖啡室 在咖啡室開幕的時候 我無意中聽到 一個智障學員 捉著她媽媽的手 指著她設計的馬賽克 說 媽媽,這個馬賽克是我的設計 我沒想過 原來參與式設計 可以這麼有感染力 我另一次難忘的經歷 就是在柬埔寨 那次我和小朋友 我問他們 你想自己在學校究竟是怎樣 有一兩個小朋友 其實不出聲 他覺得自己太窮 自己不可以想自己 夢想的學校究竟是怎樣 我覺得設計 就沒有分有錢和沒有錢 有能力和沒有能力 只要你住在這裡 你就有資格去設計 你自己的社區 人人都可以參與 最重要就是一個媒介 給他去發表 我很喜歡看到學生 看到自己參與的設計 發出那種會心微笑 這種回報是錢都買不到 我家人其實都很支持我 每年我都去這些落後地區 都三、四次 他們不單止沒有埋怨 反而問我何時會帶他們去 我自己想 小朋友六、七歲之後 我一定會帶他們去柬埔寨 尼泊爾這些落後地區 讓他們自小可以感受一下 體驗一下這些人道服務 每個人都可以建構自己的社區 令建築項目更具人性化 設立他們的需要 這些就是人道精神